各位同修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诵读和学习《杂阿含经》 今天我们要诵读学习第53经和第54经 这个53经和54经讲的事情虽然不一样 但它们主题是一样的 第53和54经它们描述的是 世尊佛祖他当年在古印度 与婆罗门与两位婆罗门之间的互动和对话 那么对于古印度佛教史稍微有点了解的同修们 包括对现代印度的社会有点了解同修们都知道 婆罗门教印度教一直是印度社会的主流宗教 在过去是这样在现在也是这样 然后在这个印度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种姓制度 印度教把人分成四个等级 最高级的是婆罗门 然后是沙地利 然后是费舍和守托罗 那么作为最高种姓的这个婆罗门呢 他们本身呢是能够与神直接对话的 所以呢 他们呢觉得自己是高于一切世俗的阶层 包括这个政治上的统治者沙地利 我们的佛祖呢 他本身是沙地利的出生 也就是印度社会的第二种姓 但是因为佛教呢讲究众生平等 所以在佛教体系之内呢 不光有沙地利也有守托罗 有各个阶层的人这个参与佛教 所以这在当时呢是以这个十足的异教行为 那么出于社会顶层的这个婆罗门 他们对于佛祖和佛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从这两个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 那么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说 其实呢大家不用读这个经文也会知道 在他们跟佛祖交流过之前呢 他们肯定是对于佛教不屑一顾的 那么对于佛祖呢也不是很尊重很礼貌 比如说在第五十三经中啊 这个当地的这个婆罗门 大姓婆罗门呢 听说佛祖来了 他们就上门 说是这个讨教 但实际上就相当于去踢管 他会去问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然后呢他对于佛祖称呼呢 也叫做沙门驱坛 他不是说世尊 他不会用这个词世尊 虽然在经文里面出现了世尊 但这肯定是我们后来翻译的错误 因为当时他们作为这个社会最高种姓 他们不会对于世尊那么尊重 所以他用的是直呼他的名字 沙门驱坛 修行人驱坛 驱坛呢就是乔达摩的另外一个音译 所以从这里边大家会看出 他们一开始对于佛祖的这个态度 都不是很尊重 但是在跟佛祖讲经说法以后呢 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 就是欢喜随喜礼足而去 很高兴 随喜 随喜就是给钱 很高兴给了钱 还礼足而去 就是行了一个最高的礼节 就是跪地呢 然后头要贴到这个佛祖的脚 行这么高的礼节之后才走 虽然这是佛教僧人所流传下的经文吧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是从佛教的传播发扬 还有当时被印度的最高同事者尊敬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经是真实不虚的 因为经文比较长 所以我就先开始诵读 然后呢 诵读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 《杂拉寒经》第五十三经 如是我闻 一时 佛在居萨罗国人间游行 于萨罗聚落村北 深树林中住 而时 聚落主大姓婆罗门闻 沙门是种子于世家大姓 剔除虚法 着加沙衣 正信非信 出家学道 成无上等证诀 于此居萨罗国人间游行 到婆罗聚落村北 深树林中住 又比沙门取谈 如是色貌名称 真实功德 天人赞叹 文娱八方 为如来 应 等正觉 民族行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语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于诸世间 诸 天 魔 凡沙门 婆罗门中 大致 能自证之 我生以境 泛行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后有 为是说法 初 中 后善 善意 善未 纯一满尽 泛行清白 演说妙法 善在应尽 善在 应尽 使 做事念 即便言价 多将一同 只时 精评 仗之 散盖 亡指 佛所 恭敬 奉事 到于领口 下车 步进 至 世尊所 问寻 安否 却作一面 白 世尊曰 沙门 取谈 何论 何说 佛告 婆罗门 我论音 说音 又白 佛言 云和论音 云和说音 佛告 婆罗门 有因有缘 即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 即 有因有缘 灭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 灭 婆罗门 白佛言 世尊 云和为 有因有缘 即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 即 佛告 婆罗门 于是无闻凡夫 色疾 色灭 色谓 色患 色离 不如时之 不如时之故 爱乐于色 赞叹于色 染灼心注 比于色 爱乐 故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忧悲 恼苦 世则 大苦 俱疾 受想 行时 云付如实 婆罗门 世命 有因有缘 即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即 婆罗门 白佛言 云和为 有因有缘 灭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灭 佛告 婆罗门 多闻圣弟子 于色急 色灭 色谓色坏 色离 如时之 如时之以 于彼色 不爱乐 不赞叹 不染浊 不留住 不爱乐 不留住 故 色爱即灭 爱灭 可取灭 取灭 可有灭 有灭 则生灭 生灭 则老死 忧悲 恼苦灭 受想行时 亦付如实 婆罗门 世名 有因有缘 灭世间 有名有缘 世间灭 婆罗门 世名论阴 世名说阴 婆罗门白佛言 去谈 如是论阴 如是说阴 世间多事 惊请此缓 佛告婆罗门 宜知事实 佛说此经以 诸婆罗门 闻佛所说 欢喜随喜 立足而去 大家如果听懂 这个故事的话 其实很有意思啊 就是一开始呢 这个婆罗门呢 听说了很多 关于佛的事迹 而且呢 还听说了 佛的十号 就是佛的十个名号 那么在这个版本里面 是什么呢 如来 应 等正觉 民族行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育丈夫 天人事 佛和世尊 这是佛祖十号 我们在以后 还会讲到 他听说来了一个 这么厉害的修行人 非常大张旗鼓的 前来拜访 那么麦康的时候呢 他坐下来之后呢 他问的什么呢 沙门去谈 何论何说 他说修行人去谈 还是直呼佛祖的名字 那么就不是很尊重 他就说 你听说你这么厉害 你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那么佛就告诉佛罗门 论音 说音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前面都有讲过 我就不重复了 主要讲的是这个 色疾色灭 未患离 这些概念 我们前面都有说过 但这边呢 就是比之前呢 可能更加深一点 就是讲了十二元起的 后面几个部分 就是 取 有 生 老病死 这样的 那么这一部分 我们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呢 还会想起讲 但是看后面剧情呢 就更加有意思 这个佛罗门听完之后就说 哎呀 去谈 如是论音 如是说音 世间多事 金井辞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就是我 我这个人很忙 我还有很多事 我今儿先走了啊 然后佛告 佛罗门 一知事实 他说 嗯 差不多是该走了 那么这边的话呢 就是 我看到这个版本 注解 他说呢 是因为 佛罗门 是大受启发 决定回家 好好思考 然后呢 这个 我觉得 也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他听了 佛讲了这么 有道理的 关于元起的 这个学说以后呢 他觉得说 确实是 讲得很好 我可以回家 好好琢磨一下 他就说 很忙 我先告辞了 然后走的时候呢 还欢喜随喜 还礼足而去 非常高的礼节走了 这是 这一位 这个佛罗门 下一位呢 其实更加有意思 我先给大家念完 杂含经第五十四经 如是我闻 一时 佛驻波罗奈国 先人驻处 路也愿重 彼时 皮家 多鲁家 聚落 有佛罗门 来指佛所 恭敬问询 却作一面 白佛言 去谈 我有年少弟子 知天文 足性 为诸大众 瞻相 及凶 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言成必成 言坏必坏 去谈 余意云合 佛告婆罗门 且至辱年少弟子 知天文足性 我经问辱 随辱亦达 婆罗门 余意云合 色本无种也 达约 如是世尊 受享行使 本无种也 达约 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 辱言 我年少弟子 知天文足性 为诸大众 作如是说 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知见非不实也 婆罗门 白佛 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 于亦云合 必有色 常住百年也 为一生 一灭也 受享行使 常住百年也 一生 一灭也 达约 达约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 于亦云合 如年少弟子之天文足性 为大众说 成者不坏 知见非不义也 达约如是世尊 佛告婆罗门 于亦云合 此法 彼法 此说彼说 何者为胜 婆罗门白佛言 世尊 此如法说 如佛所说 显现开发 譬如有人溺水 能救祸比 能救弥方世路 英慧明灯 世尊 今日善说圣法 义父如是 显现开发 佛说此经已 比加多鲁家 婆罗门 闻佛所说 欢喜随喜 既同坐骑 立足而去 那么这个 大家看 是不是更加有意思 来了一个 踢馆的婆罗门 找到佛祖住的地方 然后呢 进来呢 也是知乎其名 说 屈坛 他是管 直接管那个 佛祖叫他的名字 屈坛 我有年少弟子 我有一个弟子 年纪还不是很大 但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能够占卜 他说有就有 叫言有必有 言无必无 他说什么东西有 肯定就有 他说什么东西没有 肯定就没有 他说什么东西能成呢 就能成 他说他不能成呢 肯定不能成 就是说 我还不说我自己本人 说我有一个徒弟 他就这么厉害 你觉得呢 他就来挑衅的嘛 对吧 问一下这个佛祖 说我都已经 我的年轻的徒弟 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那你能有多厉害 那佛祖就说呢 我们先把他 有没有这么厉害 事儿搁一遍 我来随便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这边我就不重复了 但是佛祖主要问了几个问题呢 都是关于这个 世间万物的这个 身住一面 然后最后呢 佛祖达到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就是启发了佛罗门 就是跟他说啊 你说这个人 他说有就有 说无就无 说成就成 说败就败 那么你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之内 你看这个摄像到底是有还是武 到底是成还是败 这就是一种恍然大悟 就说你这个人 很占卜 你能 你能 你能料事如神 你能料多久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所以你 你说他能够料事如神 知天知地知什么 都是一个非常短暂 非常暂时的 即便有 也是暂时的东西 没有办法持久 那么这个东西呢 说完之后呢 佛罗门就觉得很受启发 佛罗门怎么说呢 他说好像有人溺水 有人要淹死了 突然被你救了 在黑暗当中呢 有一盏明灯 你今天说的话 就让我这个佛罗门呢 恍然大悟 那么至于当时 这个佛罗门 是不是真的像这个 佛的弟子们技术一样 就恍然大悟了啊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他们当时呢 都是受到同一种 这个宗教的这个 洗脑也好啊 还是他们自己本身 就是去洗脑别人的人呢 他们只能看到 这个事物的一个方面 然后觉得说 有人这方面很厉害 那方面很厉害 占卜能知及凶 但是听了佛祖一说 他才知道 哦 原来他们做的那个事情 都很虚无缥缈 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件的法 是如此如此这般 这就是这个第五十四经里边 所记出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至于这些故事本身 和当时的实际情况 有没有会有少许的出入呢 这个肯定是有的 因为第一个 这个不是佛祖亲自写的 是他弟子记下来的 会不会记错 流程过程当中 会不会变味 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加工和润色 比如说这个对答的时候啊 婆罗民都说的如是世尊 我就不相信 因为这个婆罗民来的时候 就直接直呼其名叫做曲坛 那么在他的问答前一部分 他说世尊 称佛祖为世尊呢 本身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几个故事 这个经文当中记载的故事 它的意义 比这些具体的用词什么的 要重要很多 因为这个用词 不一定是当时记错了 可能是汉传时候翻译的时候 我们当时这个古代的时候 把它翻译润色过了 那么让那个经文呢 就是从学佛的角度来说 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重要的是 当时佛祖作为一个异教 异教领袖 在主流宗教的这个领导阶层面前呢 毫不畏惧 传播正法 然后让这些人都非常的尊重 佛祖和佛法 这是第53经和54经 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意思 时间关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同修和我一起诵读学习